大家好啊 谷爱玲又上热搜了 见任呢 福普斯发布了2023年一个全球女运动员的收入一个榜单啊 在这个榜单当中呢 中国运动员谷爱玲高居第二位啊 就是说位列第二名 凭借着就是登上了一个热搜榜吧 就是说要颜值有颜值要收入有收入的 这么一个谷爱玲啊给登榜了 反正根据这份榜单显示啊 谷爱玲自2010年呢 这个排行第二啊 简次于这个波兰的一个网球运动员 叫做瓦泰克啊 作为冬奥会的冠军呢 现在谷爱玲可谓就是说家喻户晓了啊 北京冬奥会呢 让他就是名声大造 之后呢 各种代言翻翻找他啊 自然成为了带他就是不菲的收入啊 当然了谷爱玲呢 依旧是坚持着这种滑雪啊 前段时间呢 他又拿到了一个冠军 可以说就是说 他这个努力啊 和收入成绩啊 呈现体现是一个正比啊 作为实力派的这种呃 运动员的流量啊 谷爱玲呢 又迅速登上一个热榜啊 就是谷爱玲呢 收入就是排名 女运动员第二位啊 已经飙升热搜 很靠前的位置了 能够在很多赞誉和坚钱中呢 呃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 坚持自己的出众啊 国爱玲呢 嗯就是属于是一个完美的运动员啊 就是说这个华裔网球选手 叫做拉杜坎努高啊 高居第四位啊 反正在2011年拿下了这个迷茫观念之后啊 商业价值呢突飞猛进啊 虽然今年他受到了这种自身的困扰吧 啊成绩有所下滑 但看上去呢 没有对商业价值啊 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唉 这个网球一届 这个郑凯丸呢 也上榜了啊 上上了这份榜单吧啊 他这个排行呢 稍微靠后一点啊 排列第15位 收入可以达到720万美元啊 反正就说这个网球选手啊 上次入围这个榜单呢 还是林娜啊 郑言文呢 现在就是说 属于是网球界的一个先行吧 今年 嗯 也有这个冠军入章 可谓就是说 也是一个吃手可热的一个流量啊 反正现在也代言了不少的 嗯 作品产品 还有就是广告啊 就是说增加自己的收入嘛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订阅啊 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希望大家时间啊 抓紧时间订阅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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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